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大白衣好机 上期说到 黑死病在异世界出现 由于装载着感染源的船只偷渡进入帝国 导致埃斯塔克村爆发黑死病 法尔玛独自前往村庄医治 药物和隔离等措施都做好了之后 最后就剩下了重症患者聚集的医院 怀着沉重的心情 法尔玛踏入病房 却发现这里已经有神官在了 领头的正是所罗门部队里的神官 听说法尔玛是来治疗病人的 神官自然非常高兴 以他们的力量 连病人是否感染都分不清楚 但即使以法尔玛的知识和药物 能为重症患者做的事也很有限 现在也只有尽他所能 法尔玛让神官帮忙给患者服下药物 在此期间 他会一一检查患者们的情况 法尔玛发动整眼进行观察 熟一患者十二者 其他患者两人 一名患者已经死亡 如果让十二名患者服用左仰服杀星 几乎所有人的光都消失了 这代表他们很有可能只通过服药就能恢复健康 不是因为黑死病而发烧的患者 只需服药换医后就可以到外面进行隔离 至于其他黑死病患者 即使法尔玛用神杖增服了药物治疗效果 但还是缺乏在现在进行药物选择和护理的人手 对面的神殿里也有重症患者 这已经不是单凭药物和他一人就能应付的程度了 神官给所有患者都服好了药 询问法尔玛他们还有什么能做的 于是法尔玛拜托他们 找到带着感染源前往皇城的偷渡者 一旦找到后 马上烧毁货物并给那些人服药 在这边的患者治疗结束之后 他也会赶过去 马赛尔岗的检疫工作今天暂告一段路 艾兰让学生们不要放松警惕 无论他们多么小心都会有所疏漏 他不像法尔玛一样拥有特殊能力 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 艾兰赶紧解释这只是个比喻 毕竟法尔玛在的时候检疫工作速度快得惊人 如果他多学一些医药知识 说不定就能帮上法尔玛了 学生安慰艾兰 法尔玛识别疾病的能力和准确性确实厉害 但是在货物检查方面 艾兰也很快 这种曾经肆虐大陆的疾病 在这儿被他们阻止 简直就像是在做梦一样 得到安慰的艾兰也打起精神把工作收尾 为了应对黑死病 药学院忙得不可开交 卡斯帕老师愿意帮忙 但对方一件事他全都拒绝了 先不说他已经59岁 明年就要退休了 而且专攻的还是细菌和微生物分类学 一旦退休后 实验室也要关闭 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而就在这时 校长突然将他叫了过去 卡斯帕以为校长终于要停掉他的研究 让他退休 于是请求布鲁诺给他时间清理研究室 然而布鲁诺却并不是要解雇他 而是希望他能去做一件重要的工作 那就是找到一种微生物 并从中提取出能做出新药的物质 布鲁诺将法尔玛的手机递给卡斯帕 他们需要一种通过延伸菌丝生长的微生物 从放射菌内的裂媒菌中提取出的物质 能制成对黑死病和各种传染病有效的药物 布鲁诺原本只是想让卡斯帕试试 却没想到放射菌在好几年前 就已经在卡斯帕的实验室里做继承袋培养了 这无疑是个好消息 布鲁诺立刻批给卡斯帕实验室特别预算 他们学校要全力以赴研制新药 新药虽然不能被马上做出来 但只要能早一天完成 就能多挽救一条生命 看来卡斯帕教授的退休计划要延迟了 助理急匆匆地跑进来 说有马赛尔的报告 凡尔玛和神官竭尽所能对重症患者进行了医治 但还有没能救下的人 好在多数病人的病情已经稳定了下来 最坏的情况应该不会发生 但为了根除病原体 他们还不能放松 交代好之后的注意事想 凡尔玛告别神官 离开埃斯塔克森 这一趟花费的时间比他想象的还要长 路上遇到了焚烧货物的黑烟升起 凡尔玛飞过去一看 神官们已经抓到了一部分偷渡者 他们全部感染了黑死病 因为发烧无法动弹而被留了下来 偷渡进帝国的一共四车货物 其中一箱装载着 他们从潘丁岛上带出来的白色松鼠 潘丁岛已经因为黑死病成了一座死岛 而他们居然将最可能成为感染源的 孽齿动物带了出来 除了他们 有些同伴在海上就已经死了 还有24名搬运工和5名圣骑士 正在前往皇城 圣骑士是和皇族以及贵族 缔结契约关系的擅长战斗 并会使用神术的骑士 怎么可能会来护卫平民的商队 圣骑士是在中途停泊的港口上船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们也不清楚 按理说来自死亡之岛 有问题的货物是不会让登船的 难道将瘟疫散播到帝国 才是圣骑士的任务吗 当初女皇得肺结核的时候 没能确定感染源 如果那件事也是有人暗中策划 因为计划受挫 所以改用更厉害的鼠疫 想要摧毁皇城 法尔玛咬牙切齿 神官们也是气愤不已 这种人渣根本不值得救 让他们病死算了 然而法尔玛是钥匙 只要能挽救的生命 无论贵贱 国籍还是善恶 他都要救 等他们恢复之后交给帝国 由司法来进行处理 布鲁诺将偷渡者的事 禀告给女皇 被黑死病侵染的埃斯塔克村 正在由法尔玛处理 但偷渡者行踪不明 但目的一定是皇城 考虑到马赛尔港到皇城的距离 估计这两天就会到达皇城 女皇立刻下令 加强各城门周围的警戒和检疫 老师急匆匆地 拿着六号门最新的检测结果 来找皮埃尔 经过显微镜观察后 发现正是鼠疫甘菌 黑死病终于还是到了皇城 皮埃尔立刻让人将患者隔离 然后带着药冲向六号检疫所 而就在这时 城门口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有人要强行突破城门 冲进皇城 皮埃尔不顾危险地 跑进检疫所保护药物 然而根本来不及带着药转移 城门就已经被破开 一名圣骑士 带着拖着货物的工人走了进来 工人很快因为疾病倒下 圣骑士也不在意 他放出了笼子里的白色松鼠 利用风系神术 将松鼠吹到皇城各处 检疫所被风吹他 发现圣骑士将松鼠散播到城中后 皮埃尔大乎不妙 黑死病的传染源就是镊齿动物 他立刻让士兵敲响警钟 让居民和商店关闭门窗 绝对不能让松鼠跑进去 警钟响彻皇城 女皇很快收到 有尼德兰的圣骑士进攻皇城的消息 一听只有五人 女皇不以为意 但尼德兰正是报告中 有商船偷渡的国家 布鲁诺认为 这次袭击应该是为黑死病的入侵 尼德兰和帝国结盟已久 为什么会仅靠五名骑士 就对他们展开攻击 而且尼德兰先往钢甲崩 对方也没有解除同盟的意思 那主谋会是谁呢 布鲁诺认为 对方一定是十分熟悉黑死病之人 三年前他听闻 尼德兰聘用了一名平民药师 那人的特征和使用的治疗方法 都和布鲁诺所熟知的人非常相像 那个男人是研究出许多治疗方法的天才 但同时却在背地里做着残酷的人体实验 因为残忍的行为 遭到了教会的异端审问 被封住神术之后 就贬为平民放逐了 而在被放逐之前 他曾利用大量俘虏 进行人传人的毒物实验 而传染病就是其中的一种 如果他就是出现在尼德兰的药师 说不定先王的死也是他干的 而那个男人名为卡谬 皇城守卫和圣骑士 在城门口展开了激烈交战 关键时刻 神官长所罗门赶到 封住圣骑士 并剥夺了他们的神术 反而马赶回皇城才发现 事情闹大了 城里已经有人被感染上了黑死兵 同时他也发现了 在雾顶上跳来跳去的光点 感染源原来不是松鼠 而是非鼠 城门口守卫正在审问圣骑士 但令人惊讶的是 圣骑士根本不知道黑死兵 他们只是在遵照命令行事 那个可怕的男人 拥有在眨眼间 就杀害数千人的可怕能力 他把国民当作人质 逼迫圣骑士将东西送往帝国 如今任务完成 他们的国民也有救了 在得知幕后黑手正是蓝色头发 左脸烫伤的单眼男人后 布鲁诺叹了口气 让守卫将死去的圣骑士火葬 卡谬这个心灵败坏的异端 终究沦为了恶力 城里的警钟总算停了 夏洛特和管家赶回药局查看 法尔玛也准备回去赶制新药 他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一个黑色的影子出现在里处 法尔玛急着赶回药局 布鲁诺也直呼不妙 让守卫继续不要停下警钟 为了亲眼确认实验结果 卡谬现在一定就在皇城内 夏洛特和管家回到药局 发现三楼的窗户大开 夏洛特还以为是法尔玛回来了 同时警钟再次响起 管家开门进屋 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不过还没等他检查 夏洛特就迫不及待地冲向了三楼 然而三楼空无一人 以为是错觉的夏洛特准备去关窗 但他身后的管家却突然倒下 夏洛特惊恐地回头 一道黑影 手持沾满鲜血的尖刀朝他扑来 法尔玛气喘吁吁地赶回药局 却发现黑影出现在他的研究室里 他和布鲁诺来到三楼 果然发现了站在药柜前的黑影 而夏洛特和管家则倒在地上 布鲁诺来吸引黑影注意 让法尔玛先去救人 黑影受到攻击后回过头 赫然是半张脸已经变成白骨的卡谬 布鲁诺和卡谬缠斗在一起 法尔玛正心急如焚地 分析夏洛特和管家所中的毒 在这个世界能速效取得剧毒的 应该是乌头茧 然而乌头茧消除之后 代表毒素的红光却再次亮了起来 居然用的还不止一种毒 法尔玛一一列举过去 总算是找到了两人所冲的剑毒 但同时布鲁诺也已经到了极限 卡谬认为 受到疾病折磨而死的人类非常美丽 只有体验过衰弱绝望和死亡 人类才会变得更加强大 法尔玛这间拥有着 众多未知毒物的实验室 对他来说无疑是天堂 他兴奋地拿出瓶中的白铃 要进行实验 法尔玛挥手将白铃消除 气愤地给了卡谬一拳 他是治病救人的钥匙 但只有卡谬这种人 他无法救治 卡谬也疯了 既然法尔玛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就应该和他一起追求真理才对 那些凡夫俗子 一定会像排除他一样将法尔玛排除 法尔玛终有一天会像他一样 成为脱离人世常轨的恶灵 法尔玛握紧拳头 狠狠将卡谬从研究室砸到后院 就算如此 他也会一直治疗下去 而至于卡谬这种恶灵 还是消失吧 法尔玛挥舞着药神杖 插入卡谬体内 一股极为恐怖的能量 从药神杖内爆发 卡谬灰飞烟灭的同时 散发着七彩光运的结界 将皇城笼罩 在传承中 药神杖具有多种能力 其中最伟大的就是进化之力 根据古籍记载 药神用神杖和自身的力量 消灭了空气中的恶灵 平息了传染病 这种能力被称为疫灭圣域 罪恶之渊终于被消灭 在那之后 受伤和得病的人得到了有效治疗 艾兰完成了马赛尔岗 所有传值的检疫 成功将黑死病阻挡在了大海之外 治疗黑死病的药物在不断生产 并在感染地区免费发放 虽然也有无法挽回的生命 但皇城还是在逐渐走向复兴 帝都医药学院发现了链条菌 以及其他可以产生抗生物质的菌种 现在正在进行分类和培养 同时也在进行各种传染病疫苗的研发 想必在不久的将来 黑死病也不再是不治之症 两个月后 黑死病完全平息 大型集市顺利开展 异世界药局也恢复营业 反而马继续为了这个世界的医药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 那么异世界药局到这里就完结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大白一号机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